近期,无论是巴塞尔还是普京都十分喜悦的准备迎接瑟利亚的光明到来,然而也许俄许联军的攻势太快,其他国家不愿见到俄许两国开心,不想华为获得利益就被驱逐,俄许联军再度被空袭了。 去外媒保到当地时间7月7日晚,赫梅明处的俄军空军基地再次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,趁着夜色,多架无人机直接闯入俄军的空军基地,并投下大量炮弹,然而俄军式防空导弹却是厉害,不仅拦截下了所有炮弹,更是直接展开了反击。 当场击落了八架无人机,使得背后的偷袭者偷击不成实保密,而此次无人机袭击俄军空军基地,军事专家认为是续叛军组织,眼看美军不再援助军事武器装备,意图用此举调其美俄战士,使得美军再次逼右续叛军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